近日香港的疫情出現急速惡化 繼昨天大家記得在衛生署、衛生防護中心 他們公佈了有20多宗的初步確診個案 我們今天會公佈這些初步確診個案 已經確實了會有新增26宗新增的個案 而當中有21宗是本地的個案 這些本地的個案包括多個群組 例如跳舞群組、Staycation群組 也有的士司機、家庭主婦 也在香港居住不同的區域、不同的地方 今天我們剛剛也在德式有超過30宗的初步確診個案 我們將會努力變成的 我們將會努力出來 我們將會努力讓他們 bitten